我就发现这老天总跟咱们作对 只要咱们一想干活寄圆子 他就出太阳 还可晒了 妈你这是啥打扮呢 晒一天晒一天 泡个大围巾 这围巾可像玩旧吗那个了 前段时间大家记得吧 我们来到菜园就感觉都光稿了 你看这段时间 瞅着那边特别敞了了吧 但是我妈爸又种了不少东西 秋天的秋菜 秋天咱就不用买萝卜白菜了 冬天都不用买了 我妈说藏的边还有点豆角 去看看能不能溜下来点 哎呀姑娘啊 白了甜的 姑娘熟了哈 快 酸甜的嗯 这花明显没有之前那么咸咽了 一下双花叉就多了 前段花都落了 藏的边是我爸种的好多品种的豆角 就是现在烤眼力了往下挑了 有吗 有 姜豆角 这个就是花皮豆角 哎这时候还能解哈 嗯哎呀你看那点挺多的够不着了 太高了这就得交给我爸了 你爸 他又爬杖子吗 你爸还比我高啊 他爬杖子呀他比你连我 这个问题交给大成嘛差不多 大成这两天爬我了有点不太舒服 感冒了 来家倒子呢 你看那里面黄金狗多多啊 这个豆角品种叫黄金狗我妈特别爱吃 他这里面的豆特别古 主要就吃这里的豆 我就跟他想法特别不爱吃古豆的愿意吃瘪豆的 这咋傻傻的都有呢 你爸种的豆角五花八门呢 反正是搁一锅也能炖 花皮豆角长的也挺大 我就喜欢这个品种的豆角 像这种我妈说先不摘 它还能再长长 只要我们这边不下霜 这豆角还是一直能长 这么大了哈 这就是时间长没摘 多大 长得还都挺不错呢 这挺不错你现在还没有搬 妈咋的 现在豆角都老贵了 这个就是豆角花 开花的这个就证明它还能接豆角 只要不下霜它就一直能长 那这个就长出来了很小很小的 这玩意儿快 几天就长大了 这个豆角架起来的比较矮 然后这不脏子高吗 它就随着脏子长得可高了 顶上都是 如果说我们架的豆角架的矮一点 它也不至于长那么高 你爸一点粒都不得嫌 有点粒子都不得正 这不挺好吗 我爸讲话了这都是偏得的 它不种的也得不着 是不是 这辣椰这么些呢 看着豆角 真厚啊 这太过瘾了 质量也刚刚的 这个就长过劲儿有点老了 看来口气 看 满满一桶 天乐吧 都脏点溜的 这都是我爸的功劳 你爸谢谢你爹 嗯的吧 我爸干好事了哈 平时我们娘撒老吐槽的不干好事 这回干真是好事 就七天八天不下刷哈 嗯 太能摘一桶 就怕下刷了 这个是碗豆角 真大种的碗 早点都完了 样子都是 爸呀 感谢你 咱们又都偏得了一桶豆角 看这豆角多少 那小材呀 你上回把那小豆都摘了 不摘清楚 那边没有了吗 那边 那边 我不是呀 那边还能刷了一桶 这还这么多摩 过我妈踩回来的 劳动人民最光荣 妈你真的是太哇塞了 这是不闲的 不愿干活 不愿闲的 太闲的难受 之前有朋友问我啊 就是这个豆角 如果说咱们冬天吃的话 要怎么保存 我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你把它用水焯一下子 给它焯到变色 它颜色会发绿 焯好之后过凉水 然后一个袋一个袋 放平洋冻上就可以了 到时候我们做的时候 就跟正常做豆角一样 反正我们家就是这么弄的啊 焯好之后颜色 会比这个更绿一些 我妈真是想不住 我又溜了一盆 哪边啊 南边那边 还有吗 有 我再问一下 这位还能不能有了 真的是意想不到的收过呀 之前我们都没有豆角吃了 结果今天又等了两桶零一盆 该说不说 我妈就说哇塞 还有咱爸 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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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